草屯妇女中心日前在县府一楼大厅举办的月经平权记者会活动 县长许淑华 县议员林油油 林如阳 蔡明轩 张婉慈 南投市长张家哲 社团法人南投县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林约翰等人也到场共襄盛举 县议员张婉慈 林油油身为女性朋友 也大力的推动消除月经污名化以及月经贫穷的问题 有看到许多国家女性可能没有办法有多余的钱可以来购买这个生理用品 那也感谢我们中央及地方长期这样子配合 那也大力的在推动我们这个生理用品提供给急需要的女性朋友们 其实我们常常会不小心就是紧急需要这些用品 在这里呢也要来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加入 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友善店家这个行列 那让我们这个南投县呢不仅是南投县 也让呢更多需要帮助的这些民众呢 以及紧急需要的这些女性朋友呢 都可以来接受这些福利以及这些用品的资源 县长许淑华表示 县府特地举办此次记者会 是为了向社会大众宣导月经平权的观念 打破传统观念并分享妇女中心所提供的月经教育资源 期望透过南投在地的力量 共同携手打造月经友善环境 未来呢只要女性朋友你有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急需的时候呢 都可以有让更多的这个空间跟地点让大家来使用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再去推动的就是希望让南投县有更多的店家 可以一起来响应 我在这里呢也谢谢所有议员呢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一辈的议员呢 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议题 在议会也不断的提出来 那希望呢我们大家能够让南投县更加的一个友善 县议员林如阳 蔡明轩也希望未来能够串联在地颠加与单位 在南投县推动月经友善空间 让女性有舒适及友善的空间来做更换 明轩在议会当然提到的月经平权的一个状况 都有受到县府来做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 未来也会努力在我们的各家一个店家 都可以提供月经那个生理用品来让大众来做一个使用 所以这边也要呼吁月经平权 周回来洗刷月经雾名化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 因为很多的女生在紧急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仅其实不仅是更换的这个卫生用品 那还有包含了更换的这个适当的场所 我想都需要有更合理的一个场地跟资源 来协助我们的女生能够在紧急情况之下 都可以能够充容的来应对 草屯妇女中心为了倡议世界旌旗卫生日 也布置月经议体及资源展 并于六月份在本县赋佑馆一楼大厅进行展览 邀请民众来观赏 也可以在互动区拍照打卡 记者庄仪廷南投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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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